3月28号上午,中俄班列X8015-8016次运载50支集装箱从中铁连级武汉中心站始发 班列将从阿拉山口出境,预计15天后抵达德国杜伊斯堡 这是自疫情防控以来,从武汉开出的首趟中俄班列 标志着武汉始发的中俄班列恢复常态化运营 据悉,这趟班列装载的近9成货物均为武汉本地企业生产 其中有支援欧洲各国的医用无纺布、医用桌布等总重166.4吨的疫情防护用品 分别用19个集装箱装运,占总运量的38% 班列同时搭载的还有汽车配件、电子产品、通信光纤和用于凶赛铁路工程建设的物资 班列抵达目的地后,随车货物将分拨至德国、法国、匈牙利、捷克、波兰等国 在武汉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形势下 为支持当地企业复工复产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统筹协调馆内运输资源 提前做好货源、香源、车源、劳动力等组织工作 细化制定中俄班列开行方案 优化各项作业流程 开辟快速通道 确保了此趟班列如期开行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俄班列常态化开行后 将为恢复武汉本土企业进出口贸易 提供有力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